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姓己的贵族被封到苏地 子孙以苏为氏 世世代代生活在河内地区 这个河内当然不是越南首都河内 而是指黄河中游的北岸地带 河内所谓内是以商朝王纪为标准的 商朝的政治中心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 中心的中心就是安阳 出土阴区甲骨的那个安阳 安阳今天属于河南省 但你会发现 它明明位于黄河以北 为什么属于河南省呢 这是因为以当时的地理区化而言 黄河中游以南确实叫做河南 但并不存在河北这个概念 黄河北边 今天我们觉得该叫河北的地方叫做河内 旁边还有一块地方叫做河东 河内和河南以黄河为界 河内和河东以太行山为界 三大区域合成三河 三河基本就相当于中原 苏秦的父祖应该是从河内稍稍跨出了一步 迁到了洛阳 所以史记成苏秦为东周洛阳人 当时洛阳属于东周国 虽然名义上是天子脚下 其实毫无实力 每况愈下 苏秦作为有志青年 走出了小小的东周国 到远方的齐国流血 师从鬼谷先生 但是学成的一身本领 似乎并不管用 以至于到哪儿都在跟头 几年间越混越惨 实在惨到熬不住了 只好打道回府 鬼谷先生的事迹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鬼谷先生作为苏秦和张仪的老师 背后人越传越神 但如果认真去读史记的话 就会发现苏秦在鬼谷先生那里的求学经历 其实是一场极其失败的经历 苏秦最后之所以能够翻身 是因为他在走投无路之下 另起炉灶 凭着努力自决才得来的 惨遭社会毒打的苏秦回家之后 迎接他的不是温暖 而是契落 他的哥哥 弟弟 嫂子 弟妹 妻子和妾都在笑他 说我们周人的风俗要么经营田产 要么从事工商 反正是以赚取十分之二的利润作为人生目标 而你放着主业不做 专门耍嘴皮子 你不倒霉 谁倒霉呢 这段内容透露给我们几个细节 一是苏秦的同辈家庭成员很多 二是不仅苏家人 乃至整个东周国 工商业相当发达 三是当地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 理想状态下的利润率都是百分之二十 先看第一点 苏秦和他的兄弟们 传统说法是 苏秦是大哥 下面有苏带 苏丽两个兄弟 也是纵横家 乔州考证 苏家应该还有苏辟 苏胡两个不太知名的兄弟 五兄弟全是纵横家 乔州还提出过一个相当合理的怀疑 苏秦自妻子 古人呢 以博中书记标记排行 妻子相当于老幺 所以苏秦在五兄弟当中不该是大哥 反而应该是小弟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苏家五兄弟都做耍嘴皮子的营生 苏秦更是家里的老妖 在游说诸侯失败之后 怎么可能被兄嫂们那样嘲笑呢 更何况 做游说营生人脉高于一切 所以更有可能的真相是 苏家五兄弟传帮代互相扶持 而史记版本那个宝尝人情冷暖的苏秦 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无数游士的群像 因为虚构 所以尤其显得真实 在历朝历代都能引发强烈共鸣 再看第二点 当时的洛阳位于天下的几何中心 天然就会成为商业都会 儒家非常憎恨商业 所以后来班固站在儒家立场撰写汉书的时候 狠狠批判洛阳一代的重商风俗 说那里的人们见利妄议 笑贫不笑娼 最想做的职业就是商骨 连做官都看不上 这种地方当然逃不脱灭亡的命运 班固自然不知道 资本论里边的一句经典名言 商业依赖于城市 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 城市给了普通人几何级数的发展空间 前面讲过的传奇商人白归主要的经商活动范围就是苏琴的家乡洛阳 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大都会的高昂房价就足以证明一切 外来人口来一线城市买房 买的不是房子本身 而是一个有着无限打拼前景的竞技场的入场券 再看第三点 当地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 理想状态下的利润率都是20% 如果用古典经济学来做解释 这就意味着当地的自由市场已经达到了充分竞争的阶段 不管你做哪一行赚的钱都差不多 古代社会谈到利润率的时候一般不是指销售利润率 而是指资本利润率 也就是全年利润额占资本额的比例 时机有一篇《货值列传》专门描述整个社会的商业情况 给我们提供的数据信息是 商业利润和资本利润率都是20% 这个现象特别适合拿古典经济学来做解释 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 利息率不是由利润率决定的 而是刚好相反 利息率决定利润率 也就是说放贷人定了多高的利率 借款的工商业主就只能根据这个利率来确定自己的利润率 如果你在大学期间认真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这个说法一定不会陌生 但如果我们深究一下的话 放贷人定出的利率 为什么能被工商业主接受呢 那么不难想见 综合折算下来之后 这个利率一定不会真的高于正常经营下的工商业利润率 不然的话 就算工商业主大幅提高商品售价 设置了很高的利润率 但商品卖不出去就等于白打 我们必须想到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每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银行缩紧银根 而资本家为了维系正常生产 让工厂不至于垮掉 只能咬牙贷款 哪怕利息率赶不上利润率 资本家之所以狠得下这个心 就是因为银行贷款并不会占到生产资金的全部 所以 只要银行不通过利息率 把资本家创造的利润全部拿走 那么就算利息率高于利润率 资本家也还能撑得住 那什么生意才有最高的利润率呢 在苏秦生活的时代 这门生意就是政治 如果我们采信 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 那么苏秦的人生 本该和政治无缘 但是对于任何一位有志青年而言 20%的资本利润率实在太乏味了 生逢乱世 只要投机到位 就能一本万里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为 苏秦 拼过了 失败了 而且败得很惨 受尽了亲人的嘲讽 亲戚从来都是一种奇妙的存在 人生永远都在追求社会未接 物质享受 反而微不足道 这就意味着 同学也好 同事也好 如果超不过他们 至少可以逃避 但亲戚真是屁无可屁 永远会在风年过节的时候 在你面前炫耀 并且很享受的 看你倒霉 亲戚既是最能打垮一个人的力量 也是最能激励一个人的力量 苏秦乐观的选择了后者 在遍体鳞伤之后闭门不出 决定自学成才 在亲戚面前 撑一口气 在亲戚之后闭门不出